高超音速導彈被攔截後 三位科學家被指控半角 《台海危機》現身劇本 英國前首相訪台北京緊張 美國司法部披露 三宗中共涉物案 前蘋果工程師潛逃中國 美國國務院年度宗教自由報告說 中共是頭號罪犯 粵百名國際傳媒人聯署 速釋放黎智英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5月18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希望知青每日要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在近日空襲烏克蘭的行動中 俄羅斯素枚高超音速導彈備手 被美國援助烏克蘭的外國者導彈系統 成功攔截 其後莫斯科爾叛國罪逮捕了三位 參與研發匕首的科學家 這個舉動震驚了俄羅斯科學界 請看報導 據新唐人報導 星期三 5月17日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佩斯科夫表示 日前被捕的三名科學家 將面臨非常嚴重的叛國罪指控 她說她知道三位科學家的同時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為這三位科學家做無罪辯護 但這件案已經由國家安全機關接手處理 據悉三位被指控叛國的科學家分別是 雅納托利·馬斯洛夫 雅力山大·西普游黑 以及雅列女·芝維金彩夫 他們都是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工作 都曾參與匕首的研發 路透社報導說 被捕的科學家工作的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 在這星期一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揭力為三位科學家的清白與無辜做辯解 並且強調對他們的起訴 將重創整個俄羅斯科學界 公開信是這樣寫的 我們知道他們中每一個人都是外國者 根本做不出調查部門 懷疑他們所做的事情 據公開的資訊 2018年俄羅斯首次對外宣布成功研發了 備手高超音速導彈 俄羅斯總統普京經常公開誇耀 這款新一代的武器 處於世界領跑地位 據稱備手的射程超過2000公里 可以10倍音速飛行 因此很難被攔截 而且這款導彈可以攜帶巨大的彈頭 可以摧毀加固的地下掩體和山中隧道 但是今年5月6日 烏克蘭防空部隊就曾報告說 他們使用美製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 在基庫上空擊落了一枚 俄軍發射的備手高超音速導彈 星期二 5月16日 烏克蘭國防部長Reznikov 由法推文稱 烏克蘭空軍取得了另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 昨晚我們的天空衛視擊落了6枚俄羅斯的備手高超音速導彈 和12枚其他導彈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 Inaat隨後公開宣布 星期一晚間烏克蘭擊落的導彈 包括9枚口徑巡航導彈、6枚備手高超音速導彈 和3枚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 一夜之間 連續擊落了6枚備手高超音速導彈 如果這個消息完全屬實 就等於已經徹底粉碎了俄軍所標榜的這款導彈 不可被攔截的神話 莫斯科方面否認了烏克蘭軍方的說法 聲稱基庫在虛報戰績 不過當日俄羅斯當局下令拘捕了上述3名參與研發備手的科學家 據路透社報導 3位被捕的俄羅斯科學家 近年來經常出席相關的國際學術會議 2016年 他們三人 還曾以共同作者身份 以俄羅斯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 高超音速短時設施航空力學研究為題 唯一本書撰寫了一個章子 針對上述情況 3位被捕科學家的同事們 在公開信中指出 在國際論壇上展示的材料都是經過反覆審查的 不可能有任何機密的內容 如果科學家們因此而被認為有罪 這樣任何文章或報告都可能導致叛國的指控 公開信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不僅為我們同事的命運擔心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如何繼續我們的工作 正在台灣訪問的英國前首相卓慧斯 17日發表演說 提及六四事件及新疆、香港等問題 呼籲歐洲國家不僅要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更要應對中共的問責 引來中共外交部方張指責 說他這次訪台是最糟糕的網紅外交 有評論認為卓慧斯此行顯示英國對台灣的支持是認真的 未來台海危機或者有新的劇本 請聽報導 卓慧斯在5月16日至20日訪問台灣 今天他在台北君月酒店出席遠景基金會 Prospect Foundation的活動 並發表演說 從天安門事件及港區國安法可以看出中共不守承諾 在台灣的你們知道威脅是什麼? 他表示現在西方有很多人說 我們不想再發生一次冷戰 但我們必須清楚 這不是我們能夠做出的決定 無論我們是否要經濟脫歐 因為中共已經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他強調中共正在進行歷史上和和平時期最大規模抗軍 他們已經和其他希望看到自由世界衰落的國家結成聯盟 他們已經對自己的策略做出了選擇 卓慧斯呼籲當中共採取撤撤逼人的立場時 不要和中共進行新的經濟對話 劃進一步的合作 如果北京升級對台灣的侵略 這樣實質性的脫歐將不可以避免 如果不能為此先做好準備 這樣自由世界的所有人 都將要嘗試隨之而來的經濟苦果 他指出 台灣在世界數個領域都是搞搞者 無論是半導體領域 或者珍珠奶茶產業 都為世界帶來巨大的影響力 西方國家可借鏡台灣經驗學習優點 在威權陣營及民主陣營對立之際 台灣身處民主前線更顯重要 對於中共阻撓和威脅 歐洲國家不應該就手旁觀 不僅要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更應對中共問責 此行訪台正是表達英國或歐洲國家 與台灣人民同在 確保台灣的成功故事能持續下去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今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期間 就卓慧斯訪台稱 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一貫明確 英國個別過氣政客 拿台灣問題擦存在感 不過是為了撓取個人的政治私利 汪文斌稱 英國國內各界對卓慧斯此舉 惡評如潮 說這次旅行是表演性的 這是最惡劣的網紅外交 他說卓慧斯這名持續不負責任的 諾福克西南選區議員 正為英國帶來另一種傷害 而台灣民進黨當局是賣台 這種歐尼外部勢力謀毒挑釁的企圖 注定以失敗告終 知名字媒體人文超在他的節目中分析 英國、法國、德國議會代表團 已經相繼到訪台灣 意大利議會代表團本打算4月訪台 但拖延了可能受到中共的干預 不過相信意大利最終也會 跟隨其他歐洲大國的部分 提升和台灣的關係 這已經是一個確定的趨勢 是出於歐洲整體安全利益的需要 文超指出 卓維斯作為英國前首相 沒有官方身份 但有足夠的份量 他到台灣訪問 表示執政的保守黨 對待台灣的關係是認真的 文超認為 未來一旦台灣有事 美國有可能 不會衝在最前面 因為美國過早直接軍事介入 會導致和中共直接打核戰爭的危險 所以美國有可能選擇 比日本和英國這樣的國家 走在緩台的更前線 正如目前俄烏戰爭中 英國走在緩助烏克蘭的最前端一樣 這就是未來台灣危機 有可能發展出的一種新趨勢 新劇本 綜合媒體報導 美國司法部 在16日再對5宗 涉及涉物案件提出刑事訴訟 5宗竊取機密案都和中共 俄羅斯和伊朗有關 其中3宗的犯案者是華人 有2人在犯案後已經潛逃中國 請看報導 為了調查 竊取商業機密和其他技術的犯罪案件 美國在今年2月 成立破壞性科技打擊任務小組 Disruptive Technology Strike Force 而這5宗案件 在這個小組成立後 首次公布的案件 在司法部公布的起訴書中記載 一名35歲的華裔男子 黃偉寶涉偷攝蘋果的汽車自動駕駛資訊 黃偉寶是在2016年 在蘋果公司工作 但在第二年卻接受一間 開發自駕車的中國公司邀請 前往美國工作 然後從蘋果公司離職 但黃偉寶在離職時並沒有馬上將自己換公司的事 告訴蘋果 導致蘋果 在黃偉寶離職4個月後才知情 而黃偉寶在離開蘋果前 在公司不知情的情況下 搜查了大量內部的機密資料 之後才被公司發現 雖然聯邦探員在2018年6月 在黃偉寶家中發現大量公司機密 但黃偉寶當天晚上 早已先一步 搭飛機逃往中國 另一宗與中共有關的案件 是64歲的男子 李麗明 他住在加州 富卡蒙甲牧場市 李麗明被指控 在曾任職的加州公司 蝕取了數千份機密檔案 其中包括製造潛艇和軍機的技術 藉此在中國成立自己的公司 還有一名中國籍男子 喬襄江 他涉嫌透過一間租美國制裁的中國公司 將生產大規模撒傷性武器的材料賣給伊朗 事發後 喬襄江亦逃往中國 除了以上三名華人 司法部還起訴了一名49歲的希達人 尼可拉斯 他在與北約組織合作防禦專案的期間 私下將源自美國的軍事技術提供給俄羅斯 尼可拉斯後來也遭到逮捕 最後一宗案件 則是由俄羅斯人 帕祖里亞和貝斯丁所為 他們聯合謀劃向俄羅斯航空公司 輸送飛機零件 兩人已在本月11日在阿里桑拿州被捕 目前五宗案件中 徐皇偉堡和 喬襄江已潛逃到中國 其餘嫌犯都已遭到逮捕 對於中共、俄羅斯和伊朗層出不窮的涉物行為 美國司法部國安司助理檢察長 奧爾森 表示將會盡力防止這些先進技術 落入敵對方手中 因為這些國家對工具的使用方式 不僅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也威脅到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美國國務院長述 全球宗教自由的最新報告發現 中共當局仍然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尤其是在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 和葬傳佛教徒 以及有著堅定信仰的團體方面 據霍氏新聞報導 星期一5月15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世界很多地方的政府 繼續使用一系列的方法 針對宗教少數群體 包括酷刑、毆打、非法監視 和所謂的在教育營 他強調人權組織 經常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 加倍努力 以記載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 這個主要是中共針對 新疆的穆斯林維吾爾人 這項針對2022年 全球宗教自由的調查發現 在過去一年中 中共當局的宗教迫害 不但無減輕 反而是逐漸擴大 中共政權仍是世界上 侵犯人權和宗教自由 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和媒體說 星期二5月16日 中共當局對於美國國務院 有據可查的調查結果恥厚否認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每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對該調查結果不接受並斷言拒絕 據分析 汪文斌接著急不可耐地發表聲明 洩露了中共關注的焦點 外界表示 汪文斌的講話 與中共的宣傳要點互相一致 長期以來 中共一直不承認 對它嚴重侵犯人權 和種族滅絕的犯罪指控 特別是對從1999年開始 至今持續了25年之久的 對修煉團體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中共更是極力掩蓋和欺騙 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企圖抹殺它的迫害罪行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 News的一篇報導發現 2022年 在中國有多達1萬人因宗教信仰而被監禁 美國國務院的調查還發現 在保護公民的宗教權利方面 伊朗、阿富汗、印度和北韓等國 也是排在前面的重大違法犯罪政權 香港新聞自由一直是全球關注的焦點 近日全球一百多名媒體記者及編輯 發表聯名公開信 呼籲香港政府立即釋放遭到監禁的 香港前壹傳媒創辦人 《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 及其他遭到起訴的記者請看報導 5月15日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發起下 來自42個國家的116位出版商、主編和高級編輯 包括英國《衛報》總編輯維納 Kathrine Weiner 博班洛貝爾和平獎的 菲律賓調查記者 雷薩 Maria Raza 在內發表聯名公開信 呼籲香港政府撤銷控告 並立即釋放正租監禁的 香港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及其他被起訴的記者 公開信表示團結一致支持黎智英 以及他為香港媒體 多元和新聞自由所做出的努力 無國界記者組織認為 黎智英已經成為香港和全球爭取新聞自由的標誌性人物 這項行動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凸顯香港新聞自由方面存在的更廣泛的可怕局面 這個局面近年來正在急劇惡化 無國界記者秘書長德洛雅表示 必須立即釋放黎智英 以及所有13名遭到香港當局扣留的記者 並採取緊急措施 收復過去三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 以免為時以晚 他說 我們將這些強而有力的聲音聚集在一起 表明國際媒體界 不會容忍針對他們同行的行為 當新聞自由在某個地方受到威脅時 他就會在任何地方受到威脅 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指出 目前的香港是一個籠罩在恐懼之中的城市 批評當局的人受到威脅、起訴和監禁 黎崇恩表示 看到世界上那麼多媒體人為他的父親發聲 深受感動 他說 我父親自2020年以來一直在監獄中 因為他公開反對中共權力 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信仰 2020年擁有英國國籍的黎智英 被控違反了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境外勢力罪及煽動罪 串謀發佈煽動刊物以及其他多項罪名遭到當局監禁 案件將於今年9月開審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為止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多謝您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